Hello,大家好,好久不见,我是念喜,欢迎回来 今天这期视频的主题呢,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包包里有什么 在这支视频开始之前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很喜欢的这支耳环 我觉得好漂亮,来放开一下 这支耳环呢,是我在每客每家买的 其实我那天就是陪朋友去买一个家居用品 结果没有想到我去逛的那个每客每家呢 它竟然就是在收银台那边有挂出来一排很好看的饰品 都是来自同一个牌子叫OOAK 我觉得当时就觉得很被吸引,因为刚好就在那边结账嘛 然后就看着看着看着,然后就入坑了 我觉得这个好好看 但是由于预算原因,我就只买了一副 没有那么多钱 不过你们可以去看一看,了解一下 首先呢,先从我这两年最长背的这个包包开始说起 大家看,这是我最近非常非常长背的一支包 这个包包呢,来自品牌SELINE 是SELINE的TRAIL系列 那SELINE TRAIL呢,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颜色的 我自己挑选的这个颜色呢,是这种有点像土橘色 对,其实我觉得秋冬背它很适合 但是我会觉得春天夏天背它也很合适啊 就是没有觉得很违和的感觉 所以在我心里呢,我觉得这个包包非常非常的百搭 这个包包呢,有两种不同的尺寸 一个是我手上的这个size 还有一个是更偏大一点的尺寸 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我在背这种跨间包的时候 我不会想要背那种特别特别大的包 感觉自己会可能hold不住 对,然后这个包包很喜欢的一点呢 是它的容量特别特别大 你们看这里面其实是有三层 也就是说呢,这里面每一层都可以放东西 你们看这个容量真的是很大 每一层之间呢,是用这种扭扣给扣起来的 所以说呢,比如说你就可以把它这个卸下来 然后就可以当成一个手包 但是我自己可能不会这么拿 因为我会觉得这个手包实在是太轻了 就是像我这种脑子不好的人 很容易就是,哎就把它给搞掉了 然后这个肩带这边呢,你们看 也是有这些孔的 就是说它可以调节这个长度 所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款包包 然后它的价格呢,也是在万元以内的 我是在24Cephas就是LV旗下的一个法国电商网站购入的 当时买的时候差不多是一千 一千四百多加币吧 换成人民币可能是七千块左右 我有看到一些代购,它们的价格可能会便宜一点 一些法国代购好像就是六千多左右就可以购入了 对说呢,如果你在考虑入手一款万元以内的大牌的跨肩包 并且性价比高 而且有很多颜色可以选择搭配出自己的风格 个性的一款包包呢 我觉得完全可以考虑入手这一支Sunning Trail 好,那现在就来分享一下我的包包里会放些什么吧 首先从我就是出门必备的一个东西开始说起来 因为我这个人呢在家就是很少会出门前化好妆 因为真的是很懒的一个人 所以说呢出门有的时候如果要见什么朋友的话呢 就觉得还是要备一个这种气垫粉饼 就是以防万一对吧,要见到什么人 我这个粉饼呢是来自兰蔻,是我两个月前去深圳的时候买的 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插曲啊 就是我第一眼看到这个兰蔻金城的时候呢 是在深圳万象城逛街的时候 我当时和我的好朋友Lidia一起,Lidia完全可以作证 我们俩同时一起咨询了这个专柜小哥哥说 哎,兰蔻金城的这个气垫粉饼多少钱 然后当时这个小哥哥跟我说要1100块人民币 啊,我们当时两脸震惊 因为就是觉得1100块钱 哇,买一个粉饼实在是太贵了 我想说嗯,看来我是搞不清楚现在的物价了 我就当时觉得很贵嘛 不过我也不太确定就是说这个1100块钱 在同类的粉饼里面到底是多贵还是其实不贵 或者是平均价格 但是就是1100块钱去买一个气垫粉饼 对我来说我是觉得嗯,挺贵的 就是我不会花1100块钱 所以当时问完价格以后,哎,就走了 结果第二天,然后我就去机场了嘛 我去机场的时候呢 我搭乘的航班是从深圳去往成都的航班 所以不存在说就是从国外回来或者是要出国啊 的那种就是免税店嘛 所以它其实不是一个免税店 但是它有这个难扣的专柜 我当时呢还有一点多余的时间我就走进去了 然后看到同款粉饼 我就不死心的又问了他一句,哎,这个多少钱 其实我并不觉得会有价格上的差别 反正就是多嘴就问了一句嘛 结果他就跟我说650块钱 我都震惊了 就是有谁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同样是在深圳 万象城就是要1100块钱 然后第二天转眼到了这个机场的这个店 就变成650块钱了 我现在就是很后悔 因为我在万象城还给我朋友送了一个圣诞礼物 是CPB的一套口红套装 我现在都很担心 是不是我那个口红套装也买贵了 anyways 这个就是我买这个兰扣粉饼的小插曲 因为价格后来就是到600多块钱嘛 我就觉得ok那也还行 我也用了一段时间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使用的痕迹 我自己的皮肤呢是那种干性皮肤 然后它主打的是保湿 所以它的遮瑕效果可能没有那么那么的好 但是它完全可以做到就是体谅肤色的效果 我用了差不多两个月了吧 反正还挺喜欢的 推荐给大家 然后在包包的这个最外层 就是和放粉饼同样的这一层里面呢 还会放上一到两只这个口红 因为平常就是出门 如果真的脸上超级素的情况下 什么都没涂的情况下 如果涂一个粉饼再加一个口红 差不多也是觉得ok 还算就是能够见人这样 那我最近经常在涂的 包括我现在嘴上在涂的这个颜色呢 是来自Dior的421 是我在312逛免税店 因为它够了一点积分 那个积分就是不用白不用 然后强行去那个店里随便买了一只口红 结果我就是还蛮喜欢的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颜色 你们看这个颜色是有一点点偏绝 然后也有一点点偏豆沙的那种感觉 它涂到腿 它涂到腿上 它涂到嘴上 是那种很清凉的那种感觉 就是一点都不会觉得腻啊 或者是觉得很粘稠 是很清爽的那种质地 然后我还会背一只这个颜色 反正是那种比较红一点的 因为有的时候如果真的是太素了 然后气色太差的时候 就会涂一下这个口红 这个口红呢是Mac的Chili 你们看有多红 就是超级无敌红 但是就是很有气场 就是涂出来以后 就是觉得我最美的那种感觉 然后呢就到这个包包的中间这一层 中间这层要放什么呢 对当然要放我的手机 作为一个手机刚刚被偷的人 我的天哪 现在就是要做好层层防护 好然后中间这一层就是放我的手机 看我新买的这个壳还挺好看的吧 这个贴纸呢不是我自己贴上去的 它是这个壳本身自带的 然后呢和我手机放在同一层的 还有我的耳机 给你们看一下我的耳机 我的耳机超可爱的 这个耳机是我朋友送给我的 所以我也不太清楚 是哪里买的 当然它的这个牌子是K-A-W-S 是不是那个暴力熊的那个牌子啊 我也不太清楚啊 我不是很了解这些很潮的东西 但是就是很可爱 然后它是这样打开的 里面塞着这个耳机 好然后最后一层就是靠近身体 里面的这一侧呢 我会放我的钱包 这个钱包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了 是我在温哥华买的 也是迪奥的 然后它是这种小羊皮的 小羊皮就是有一点不好 就是这个也是小羊皮 这个也是小羊皮 它们不好的点就是很容易 就是被刮伤 但是小羊皮呢 又会给你感觉就是很软 你就会觉得摸起来很舒服 反正就是有利有弊吧 然后这个钱包就是平常放我的这些银行卡呀 然后家里的房卡呀 也会放一点现金 这个现金是我春节回去打麻将 我爸给我的那个麻将钱 一般情况下我知道现在大家出门是不会带现金的 但是我竟然还剩200块钱 我打麻将就是各种书签 话说我打麻将的技术真的很烂 就是完全没有继承到我爸还我妈的基因 它们都是四川老麻将 对四川人就真的是很爱很爱很爱打麻将 好所以呢我平常包包里放的东西也不会太多 基本上就是这些小物件 哦我想起来我平常可能还会带一个小小的唇膏在身上 这个唇膏就是很基础的来自凡士宁 对反正我就是家里看到什么就装进去的那种 好了那以上就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分享 关于我的包包里有什么 希望大家看得还开心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拜拜